是设计和后面这个建造工艺 两个东西合在一起 才是一个完整的建筑师 其实中国传统的建筑 就是这种 就是它一定要落实到工匠头上 否则的话不算数 这个整个世界 您觉得是不是有一个趋势 就是朝着得越便宜 施工越快捷 越有效率 那是不是建筑也就是 越来越向这个方向发展呢 我觉得这个世界最根本的斗争 就是两种 一种是自然的和人工的进行斗争 一种是标准化的和多样化的进行斗争 但现在似乎看来 这个标准化的在占上风 反全球化的浪潮也风起云涌 对不对 这就是阴阳 说不定鹿死水手呢 说不定中国的传统 就是以后的未来呢 对不好说 真的真的不就是说 说不定真的靠中国的这一套东西 最后解决了一个世界性的 现代化当中的问题 瞧见没有 人类不一定永远这样 是 还会演变的 可是我们正好生活在这个时候 所以我们就得多靠靠王老师 陆老师拯救我们 我觉得还是事在人为 对 就是这种思想的自觉 很重要 苏格拉底说的嘛 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 对 其实建筑师 他每设计一种新的建筑 他也是在重新审视一次 是 咱们的生活 王老师是我们反抗 两房一厅的 主要的先锋力量 其实我倒不是这个 我作为建筑师群体的一员 我经常的心情是很自责的 因为我就问几个基本问题 就是说 谁给了建筑师权利 说你画这图 规定你们都住两室一厅了 你们住三室一厅了 对 这个专业权利不是天生就有的 第二 你既然知道你手上有这个权利 你不能那么不负责任 这个是我经常 我很自责 因为大部分的建筑师都是这种 生存的空间比较小 因为生存是很艰难的 对 你现在不艰难了 一样啊 我其实我从一开始 就睡地板的时候 我就是这个想法 我从来没有变过 我们刚到杭州的时候 我们俩只有一张足席 是直接睡在水泥地上的 我那个时候 是这样 我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想法 我今天还是这个想法 我从来没有改变过 而且我从来没有为了 任何一个所谓的项目 说我妥协 从来没有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建筑师是 能够对社会发生直接影响 最大影响的艺术家 会 而建筑师是那么难做 对 多少人学 未见得有设计的权利 有设计的权利 未见得有创造的权利 对不对 很多人就是学了半天 我女儿的SOM 她说 我最多就是整天画厕所 哪怕你是哈佛毕业的 对 是哈佛毕业的 你到大公司 有可能 就是一辈子就画厕所的可能性 是存在的 然后我女儿在大学开始读建筑系 后来发现比较难找工作 就再去读了一个双学位 读了一个经济系 等到要毕业的时候 我去毕业的时候 我去参加 结果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经济系拿学位的吧 很多都是亚裔 等到建筑系 就是建筑专业拿文凭的时候 他在布克里那个时候 都是洋人多 排队都是白人多 然后我女儿很迷茫地跑来说 爹地 Are we rich? 她说 All rich people study architecture 她说我们是有钱的吗 我说我们不算有钱的 所以你要好好读 20世纪发生的 全世界的建筑的建造量 是人类过去几千年 也没有发生过的 量 骤增了 骤增 对 主要是大众的需求 大众的需求 但是当做到像王老师 这个地位的时候 我觉得他就到了有一种 需要这个 就像您说的 这知识分子的问题了 就是说 好像对于这个社会的面貌 是应该负有某种责任的 所以我们一直在教书 所以一直在学校里 那陆老师和王老师 那有点像那个梁思成和林辉英 是不是 您是不是 您们上大学是不是就在一起了 又是同专业 然后又是同一个学校 很向往 让我们这些年轻人 材料 材料整得很清 他可想问你们呢 就是说你们俩是怎么分工工作的 就感觉很完美 而且小点掌握得很熟悉 说这个在车上说 你是他的第一个师妹 女朋友 对 一直就是今天 嗯 这叫青梅 这算怎么叫呢 初恋成永久 初恋即永恒 嗯 差不多吧 哎哎哎 这个陆老师 陆老师得说说陆老师 这个我觉得就 其实我们是在 当中你们两个是 扮演什么不同角色 现在年轻人在情感 或者是找对象 或者结婚方面 感觉大家都是一个 很相对消极的状态 对人家很羡慕你们 看到这么 就是从大学到 现在这个事业成功 这么长 这么好 就是匹配的这么好 是确实让我们很像 可能是我做他不喜欢做的事 但是呢 他不喜欢做的事呢 正好恰巧是我擅长做的事 比如说 比如说 你们今天去看的是 富城山馆 前前后后 实际上我们花了有 将近五年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当中 得有多少人 在那个里面 去把那么复杂的事情 给他全部集合起来 做下 项目管理者 简单的说 这个idea 这种基本的思想 我出的多 在各工种之间 配合之间 在工地上和施工单位之间 进行吵架的 主要 看不出来是吧 对 正是因为这样 你们形成了这个 劳不可迫的 孙某关系 对 默契 所以也就是你们 从一而终的理由 可以这样说 可能最后 时间久了吧 就觉得 互相都不能缺少 它其实 我觉得更重要 因为一般设计院 这个前面 做了很多 就是我 我其实相当于这个工作 但设计院把图纸交出之后 我们中国的设计院 基本上是不太管的 就后面就是施工单位干的 设计院他们说 最少就是 一般来说去三趟 图纸交的现场去一趟 中间验收去一趟 竣工验收去一趟 三趟可以了 你是设计部门 它是工程部门 不是 它是我设计部门的延伸 怎么样把设计 最后落实到细节上 就是最简单的 我要一个特别巨大的空间 然后我这个空间里面 不能有柱子 对不对 然后他设计院 去来配合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说我做不了 我一定得给你塞两根柱子 然后你这个 就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东西了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呢 比方说他设计的时候 我这个是木材的 然后他告诉你 我买不到这个材料 一个像福尊三馆这样的工程 他说的这种事 至少发生一万次 我知道了 你觉得这是什么 这是设计啊 这是工艺 这个为什么我讲这个词啊 我父亲呢 是工厂里的工艺科科长 因为我经总是问我父亲 工艺是干什么的 我父亲说啊 我们的很多东西啊 其实设计有的时候 不比别人差 这个是这个工艺就是 如何根据设计图纸 这有设计课 我们工艺就是把你这个图纸 一直到做出来的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着产品的品质 你光想你设计你做出来啊 所以呢就是 一直到现在就都影响我 我非常关注 就是一个东西啊 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个里边不是没有idea 没有灵感 没有智慧 它同样啊 你说的这基本对 怎么做出来的 有点类似 是这么回事 其实我现在主张的这个建筑师 就应该是你说的这样 是设计和后面这个建造工艺 两个东西合在一起 才是一个完整的建筑师 其实中国传统的建筑 就是这种 就是它一定要落实到工匠头上 否则的话不算数 但是我们现在市场上的建筑 这一套建筑实际上 说起来挺原始 就是都是从欧洲 从巴黎美术学院 那个体系过来的 这一路的建筑师 自认为自己是艺术家 画完设计之后 是不懂材料 也不懂工艺 它是脱节的 对 所以我特别佩服这个工艺的人 其实这有点像梁思成 和林徽因的组合 梁思成就只会画个图样 后面那个工艺是林徽因解决的 你说的 所以你说的没错 我说的没错 一开始就是这么 看来我举例举得很到位 所以他有一篇文章 叫八间不能住的房子 就是八间不能住的房子 基本上把我一套语言做出来 对 其实是一套语言 实际上是八盏灯 是木头做的 是我献给他的礼物 就这么小 哎呦 小木头做的 很浪漫 很浪漫 它是一个很有趣的想法 就是我这个灯啊 每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建筑模型 对 我塞一个粮食一厅的房子 然后里面有八栋真正的建筑 挂在墙上 叫小中建大 所以造元祭 就是中国将来的建筑风貌 目前的情况我们都知道 但未来它会是又回到某种民族风格 新民族风格 还是遍地都是现代化的这个方块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很难说 你用某一种东西把它统一成一个什么风格 这事我肯定是不做的 你像我们这边做这个教学试验 当时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重建一种当代中国的本土建筑学 我们学校这个院长就说 把一种去掉 重建中国当代本土建筑学 我说我没有这么大野心 我的梦想是一个多样化的社会 我能探索的是一种 还应该有很多种 那很多种之间不会互相干扰和打架吗 就像我们看中国的时候 哪怕就是一个江南的建筑 有这么多种 实际上这才是一个文化 我觉得百家争鸣啊 百花齐放啊 这个景象你觉得很好看 是 我觉得 各种风格 香港一个作家叫陈冠宗 他写过一段话 他说最好的住宅呢 就是你从家里走出去 在20到25分钟的时间里 能够接触到五种不同的住宅形态 就是说你有高楼 有玻璃的商下 但是有弄堂房子 有别墅 有花园 对 那个才是生活真正有意思 真的多元化 其实我的建筑里面 另外一个我坚持的 就是我不喜欢大东西 如果这个给我的一个项目 本身是一个大的 你看我会用各种办法 把它削减成 好多小的 很多小的 就像你去富城山馆 其实这个建筑很大了 但实际上你感觉不到 感觉不到 我在大的东西当中 坚定地强调小东西的价值 弱小东西的价值 一种当代中国本土的建筑学 咱们记住 咱们以后得多看看他们的成果 谢谢 谢谢